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本不能穿的装备就都能穿上了 透过点击左上角下方的外观查看 检视角色目前的穿着 而会有这影片的开端是 有一次我在看装备收集品的时候 突然看到一个帽子很特别 跟刺客教条的造型十分相似 就是我影片开头的那个头饰 而身为一个专业的刺客 当然要搭配一顶 此装被掉落的怪物是 沙丘平原左上的地图王哈维 每15分钟会重生一次 各位可以透过设定 狩猎设定 将无视胆小的怪物 跟独视着物勾选起来 自动狩猎范围调成窄 下方的允许剪装备 记得将高级勾选起来 否则绿装备不会失去 按下AUTO就可以等待收成了 本来我以为只是一件绿装 挂个一下最多一天就结束了 结果这一打就是一个礼拜多 所以导致我这次影片拖了很久才自成 在这段时间我打到无数个哈维手套 来来回回我拆了快50个以上 红色的围巾我只看过两条 头饰则是到昨天我才打到一顶 至于匕首我就暂时放弃 不想待在沙丘地狱了 各位可以透过图鉴功能查看 通常左下角没有显示节等的装备 并有特殊功能的都是特殊造型 除了部分会重复以外 基于以上方式 在每次打造装备的时候 你可以试着打扮一下 甚至你无聊的话还可以伪装成 药水商人 战士 旅馆富二代 警卫兵 盗贼 宠物美容师 题外话 像是初期大家推荐的 能提高制作几率的雕刻刀 钓宝率的闪耀耳环 提高回魔的戒指等 都是需要保留起来的 不要像我一开始没注意到就拆掉 后面想打反而变得很难取得 背负心了 另外有些真的很难取得的隐藏道具就随缘吧 某方面来说 他们甚至比金装还难取得 但却没有相对的实用性 希望各位都能找到自己满意的搭配 其实看得出游戏厂商算蛮用心的 即使同类造型的装备 也会因为不同的接等 有不同的细节变化 顺便补充个未来事 今年10月初 韩版有着一家新职业 炼金术士 定位类似于雕刻师加法师的版本 虽然目前韩版的主流还是法师及弓箭手 而至于谣传的狂战士 僧侣 营游诗人 二专等 目前还没有看到具体的消息 韩版于11月12的更新中 有开放可以变更武器跟盾牌的造型 并在既有副本上追加一个难度 以及三层道具跟工会机能的调整 相较于每月更新就有新角色推出的 纵客手游 这游戏的更新节奏相对较慢 对于无客、小客来说 算友善 毕竟吊宝冲装各品运气 适合长期经营的人 但对于热爱多样化技能、职业、花钱体验的人而言 可能会较容易失去游戏热度 但是 奈理商是在黑局的情况下 会不会魔改 就很难说了 一切就静观其变吧 影片到这边就要结束啦 祝各位打宝顺利 天天吊金山 冲装加石都顺利 我们下次见 拜拜